帝君和滚滚从边界回来后 本想先去看望小风酒 天君却在大军回宫的路上 三道预测陈给帝君 说是探知了莫冤的消息 此战又是大劫 要鼓武士气雨云 请帝君回朝议事 天君是个节哀排场的人 大朝会后 庆功宴连开三天 滚滚谢绝了所有的功劳 并为出席庆义连颂岳发掘的 几万年后的自己睿智 此时 太成功的前院堆满了物品 丛林正在一一收拾 这些都是要带去青秋的 连颂看着帝君收拾东西 悠悠地道 等我把四海的事物安排好 就去陪你 我要照顾小白 不用你陪 连颂笑道 你这算是见色望有 是见我夫人 当然她长得很美 这时 心雨从书房里跑了出来 对滚滚而语了两句 又进了书房 滚滚看着她描的那副丹青 确认画上是凤九的自己 滚滚看向西女 这也可穿过时光嘛 恩 我娘亲倒是说过 会有这样的连接空间 但也要看机缘 我去喊东华爹爹 帝君和连颂被西女 给拉进了藏书阁 滚滚看向帝君 我娘亲写的信 你娘亲才刚会爬 西女拉了下连颂的手 是几万年后的凤九娘 帝君走进那幅画 上面果然有潦草的笔记 东华夫君那个 第一眼你肯定觉得我写的字很丑 对吧 不过不用在意 几万年后你会觉得我写什么都好看 从画上看 你们回到了我刚出生的年代 我见到画时 你们走了一个时辰 诚语说你会取代原有的帝君 没记忆 倒也不重要 咱们儿子滚滚从小沉稳 听他的救星 这个年代你应该没事干 多陪儿子 这很重要 去青秋时不要吓倒我爹娘 不要做过分轻易的举动 不要给我洗漱 我会害羞的 承认说西女法力需要时间恢复 也可能会回溯到别的年代 不管在哪里 都不要和那个凤九吃紫薯饼 切记 不然你回来永远没紫薯饼吃 三个孩子都好 白银最开心 悟念 亲亲你和滚滚 又滚滚照顾好你夫君 字的上面还按了一只狐狸找 帝君看过几辫子 又看画上的凤九 男孩里一个 甚是活泼俏丽的红衣女子 便出现在眼前 连凤凑过来 我看地后写了什么 帝君挡住 都是说想我的话 又到你那边写了啥 都是想我的话 滚滚和新女对看了一眼 偷笑 陈玉写的是 不想挨揍就少勾引现在的她 而且凤九也没写想帝君 帝君盯着自虚酒 问滚滚 紫薯饼是什么饼 我很爱吃嘛 滚滚原来见他父君生病或者不开心时 经常跟他娘亲闹着要吃紫薯饼 好像吃过后 他父君的心情就好了 大概父君爱吃吧 能治病 几万年后 我的身体不好吗 恩 你爱晕 总晕 连凤看着话道 四个孩子 想来你身体康健 帝君没再问 可他觉得吃紫薯饼这句话 好像很隐晦 还需要破解 还有他夫人说的洗漱问题 小凤九在台成功时 帝君怕公罗弄伤凤九 都是他亲自给洗的 我要给夫人回信 你们先出去吧 连送走道话的另一段 我也得给小玉写信 父君 我再看一眼娘亲写的字 滚滚看向画 奇怪 娘亲写了亲亲你和滚滚 怎么没有滚滚了 帝君一脸平静地道 眼花了吧 是亲亲你 父君 你做了手脚 我是大人 不会 连送赛话的对面笑得甚是开心 我记得你们刚来时说过 他三岁 滚滚和新女出门的时候 听见帝君很真诚地问连送 你知道吃紫薯饼是什么意思吗 听新女说 他做饭都是跟帝后学的 想来几万年后 你最爱吃地后做的紫薯饼 恩 小白做啥都好 滚滚和新女从书房离开后 帝君看着画发呆 连送看着帝君笑 帝君此时有些困惑 听滚滚的意思 自己和夫人在未来是情色和明 非常恩爱 有四个孩子也可证明这个问题 可怎么欣赏 并没有感觉出来夫人想自己 看着画上的大小风酒 帝君感觉现在想的是清秋的小白 对未来的夫人是好奇 想到小白 暖流涌进新房 帝君唇角也刮了笑意 抬头看见连送阵盯着自己笑 我对你没感觉 又道 你想现在的成语还是几万年后的成语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 如果可以我哪个都想 连送是天族有名的花花公子 过去的岁月 身边美女无数 再凡是和成语又存有肌肤之精 情爱知识自然最懂 可情爱已是于帝君来说 如同看妙华镜里的朝代更迭一样 不过是过眼云烟 她第一次去清秋 是好奇 是觉得小白既然是自己未来的夫人 那就要待在身边 可初见的那一眼 一颗沉寂的心就为她变开佛灵 葬她于花海之中 画上的夫人很美 看着很亲切 可也像是隔着几万年的时光一样 一定要选 活想几万年后的成语 连送打破了沉默 又坏笑了吓道 能做的事很多 那时成语一定对我很温柔 温柔 我怎么听心女说 你经常被赶出寝殿 连送戏谑的声音 这个你不懂 打是亲骂是矮 你没体验 我要给成语写信了 帝君又看向画上的字 不要和那个凤九吃紫薯饼 切记不然你回来后永远没紫薯饼吃 这句话很亲你 还带着点粗意 想到这里 帝君觉得甚是想跟未来的富人聊聊 提笔给封九写信 小白夫人小白妹妹 我的字很好 人也很英俊 你应该也觉得我哪里都好的吧 你现在会怕了 哦 会叫我哥哥了 我天天和滚滚在一起 刚打仗回来 他很好 我非常喜欢 你生的很好 想拉我那三个孩子也是很优秀的 白衣上神和夫人甚是沉稳 只摔过一个碗 你爷爷奶奶都好 不过我给你洗过澡了 你碗水的样子顺势可爱 我给你穿了紫色的肚兜 最重要的事情 紫薯饼是什么饼 既然是吃的为什么不能吃 又怎么吃 我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神 可否详解紫薯饼的吃法 亲戚你和三个孩子 哦 我那个最开心的小儿子 他的亲情就转给你了 两个人写好信 彼此取笑了一顿才走出书房 听见膳房里传出开心的笑声 透过木窗看见新女正在坐高 滚滚一边剥帘子 一边陪她聊天 一会滚滚伸出手帮新女擦脸上的面粉 她淘气地把粉涂在了滚滚的脸上 两个孩子笑脑着 连凤喜悦地道 这真是青梅竹马 两小五猜 我和小白也是 连宋笑秘密地道 你们不该是 君生我未生 我身君已老 哦 彼此 这时就听新女对滚滚说 东华爹爹不开心时喜欢吃紫薯饼 我爹娘最爱吃莲子糕 可爹爹不开心的时候 就拉着娘亲陪她去种萝卜 我看菜地里一个萝卜都没长出来过 滚滚戏谑的声音 可能天宫的土地最适合种核桃 挖鱼糖 挖坑 两个孩子开心地笑了起来 种萝卜 连宋看看自己先诚不忍的白锦龙文轩 又看看修长的一双玉手 不解地对帝君道 我为什么要种萝卜 几万年后我是受了什么刺激 连宋又向书房走去 你干嘛 我要再写信 问问成语 几万年后 我为什么有这么俗气的爱好 帝君自言道 紫薯饼 萝卜 南部城几万年后我们都很饿 清风一阵 空气里飘荡着甜丝丝的响起 帝君推开了膳房的门 觉得这两种食材他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如果要糖尿的沦 willmist 用那的人 或计割 然后 不俗 感谢观看